沒太多 不然每次我們在折屋的時候都透透氣 然後大家還好雨下 有時候我們想說 誰是習近平這個問題應該是比較冷門的題目 所以我們想說應該比較少人來聽才對 然後我們可以好好討論 不過呢 跟以往一樣 那個咖啡館的老闆 把鑰匙給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 休點半以後可以開始加場 然後加場可以到12點 1點2點都沒有問題 歡迎大家記憶留下來繼續討論 那這個題目其實 誰是習近平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據說 他是一個最了解台灣的中國領導者 那這種了解 一看到這個了解的時候 也會讓你害怕 因為越了解你可能是吃到爐爐的 你有沒有覺得現在中國講的那些 羞辭是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好聽 然後越來越不知不覺 可是呢好像現實的狀況也沒有改變 非單也沒有撤 資金區的問題 或者是土貿的議題 你可以發現都是 你會懷疑說 沒有沒事要讓你給你幹嗎 對台灣好得不得了 對這個感覺上好得不得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在台灣生活的人的時候 都會感到害怕才對 可是我們好像也有一群人非常接受這樣 不勞而過隨便就拿別人的好處 然後覺得一所大難 好像中國人家要浪地 如果我們按照一個比較平衡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如果他浪地就損害的是他們 我們要求的也只是一個平衡的東西而已 所以請到宇潔來談這個題目 是我跟他提議的 因為他可以講非常多的題目 他已經講了60 就是在台灣要講60幾場 那我們哲午的北中南東 不同的地方他也都去講過了 包括校園也都去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講一圖 他目前為止還沒有真正好好談的 也是他最熟悉的 剛出來從他對溫家法 然後到胡錦濤 一直到習近平 這一連串的過程裡面 他對中國領導者 以及中國共產黨 本身在中國的統治 他也有非常深的琢磨 那當然同樣他也是 在中國的民運人士裡面 在目前來說 他是流亡在 他可以講流亡 也可以說出走 這兩個意思 你可以叫他使用 那 所以他對於中國 也有很多的感受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是 我們少數遇到一些 中國的流亡的異議分子 支持台灣獨立的 那他支持台灣獨立的 對他一種人和關懷的方式 或者一個很沒有包袱的 中國共的包袱裡面 去思考台灣獨立的問題 所以這個也可以請他回家 但是也不是因為他在某些立場 跟大部分台灣比較接近 我們請他來講 是能夠去穿透我們旁邊的鄰國 他的目前發展的狀況 我們剛剛講說 很多朋友講說台灣的民主化 會受到中國的民主化影響 可是萬一中國沒有民主的話 那台灣怎麼保持出自己的民主 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所以大家就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林杰 大家好 非常高興一年多以後 再有一次機會到莫德咖啡 來和大家面一面的談話 我記得去年春天我來的時候 那是我到台灣的第一場講演 即今為止 我的感覺也是最成功的那一場講演 因為周五的聽眾後來提的 他的問題 他的深度和廣度 我覺得比我到台灣的其他任何場合 包括在台大、新大這樣的台灣的最高學服 都要 他的深度和廣度 我覺得都更高 所以這一次我到台灣的好問題 理解一下小新啊 因為這個只會得罪很多 這不是一個好的話術 你可不用討好我們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這種別人在講你好話的時候 他是在試探你 懂不懂得謙虛 沒有清楚我沒什麼 對不對 大家都沒什麼 所以我跟清凱 我就跟他 我是非常主動的 這個麻粹之見 我說這次來訪問 我一定還要 那個 到莫德來再講一次 他一開始跟我說已經沒有時間了 我說我問人家再給我排一次 那這樣一個題目 關於習近平 其實在2012年1月11日 我離開中國 我們一家三口 離開中國以後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習近平就到美國訪問 那時候他還沒有正式繼位 他還是國家副主席 還是一個王族的身份 到美國訪問 這差不多也是 這兩天以後 從江澤民、胡錦濤 到習近平 他們繼位的時候 都形成一個很奇特的團統 兩邊上 美國是中國的頭好敵人 美國是在中共的宣傳裡面 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巢穴 所以反美編成中國的教育和宣傳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時候很吊詭的是 這些中共的權力 在交際的過程中 新議論的領導人 他快要欠掌位置的時候 在他前幾個月都會到美國訪問 要來承認獲得美國的加持 他回到中國 他在黨內鬥爭中 他才有更有力的一個位置 在習近平之前的胡錦濤 在十年前差不多也是這樣 所以那天他到習近平 到白宮去跟老爸媽見面的時候 我也到白宮的那門口 我去取了一個牌子 取了我的娘生意 我叫郭先生的一張 非常大的一張照片 我把它製作成一個牌子 我到白宮門口去抗議 然後那天我也在華盛頓郵報 寫了一篇評論 題目就叫 共產黨變成了一隻不咬人的老虎了嗎 我在文章中分析 習近平的大政策 將走向拿法西斯主義 習近平企圖以中國夢來瞞天過海 但是誰都知道被中共綁架了六十多年的 和中國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邪惡的國度 我在Facebook上看到有一個中國在專門留學的一個學生 他自己說 他說中國兩個字不定是一個極度蒙羞和醜多的名字 它已成了不道德、不講信用 不文明、不守規矩、貪腐泛濫、人血殘忍 假冒偽裂、暴發戶、信息封鎖、謊話連線 毫無保障、沒有真言、踐踏人權 移民最多的、也然國家的代名詞 這是一個中國留學生他自己說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習近平在今年春天他到歐洲去訪問 特別是他在法國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的時候 他在中法建交5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 他發表一件致詞 他在這邊致詞中他說 哪不能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 當這頭碎獅醒來時 世界都會為之發抖 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 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 這就是一番非常廉耳道靈的謊言 無論中國是龍、是老虎、還是獅子 都是窮窮傑惡的、張牙、無藻的、猛獸 既不和平、也不文明、更不可親 所以習近平的真面目以及他所統治到中國未來的走向 也變成我這一年多來我所思考和研究的重點 所以後來我寫完《中國交付習近平》這本書以後 也就成為我的一個《中國獨臺者》系列三部曲的 那最後一本 從《中國遺地溫家寶》到《和諧大利》和平堂 到《中國教父》和習近平 前兩本書都是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 然後明天臺灣版也會拉上市 所以這三本書如今都在臺灣拉出版的 所以我也想先來從我非常個人化的經驗和經歷 我的這三本書的寫作和寫版過程 看這三位從溫到湖到習 這三個中國拉統治者 他們不同的統治方略 以及他們對待意義、對待拉批評的通理辦法 在2009年當我寫完《中國遺地溫家寶》 然後準備在香港出版 在出版前夕 中國的國保警察 所謂國保就是原來的政治保衛處 然後後來他們升格為國保大帝 就是大致可以類比於臺灣在白色恐怖時代的警種 但他們實際上的編制、他們享有的權力 比當年的警種還要大 所以在溫家寶這本書出版前夕 這些國保警察把我從家裡帶走 然後被我有六個小時的Stream 提出赤裸裸的威脅 說如果你這本書要出版 那後果是會跟劉曉博一樣被判重刑 但後來我仍然堅持在香港出版了這本書 當然第二年2010年的時候 劉曉博先生獲得彈多表示名獎 也正因為我在過去的數年裡面 我跟劉曉博先生是非常親密的朋友 他所馮飾的那些人權民主的活動 我差不多每一件都有參與 而且我差不多是起一個助手的作用 包括他可以說 那起床的每一份這些文件宣言 我都有參與修改 然後我們也一起來組建努力中文兵會 在這個平台上我們推動中國的言論自由 然後我們來幫助那些因言獲罪的 那些被關進監獄的 那些多家同仁 所以劉曉博先生獲得諾貝爾獎以後 中共當局老兄成怒 又把憤怒發現在我的身上 所以我被非法軟禁在家裡 那兩個月的時間後來又被這些國保警察從家裡綁架 用一個黑毒套把我套住 然後帶到美町郊外他們的一個秘密地點 然後是一個通宵的非常殘酷的身體的折磨 比如他們把我的兩隻手放在前面 一根手指一根手指的往後面折磨 他們說過去十年你寫了一千萬字 那批評黨國的公席黨國的這些文字 你對於那黨國的破壞動用比一隻軍典還要壞 然後他們說那周永康當時的中國的秘密警察投資 這個政法和情資部門的投資 他已經制定了一個兩百人的披章黑名單 這些兩百個人就是各個領域裡面非常有名的 批判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作家、律師、記者等等 他說只要是周永康打個電話 我們一夜之間可以把那兩百個人全部抓起來 然後挖一個坑,兩個小時就可以把那兩百個人全部貨買 但是無論周永康的權利在當時可以說是權勢勳天的人物 僅是於,雖然他在政治局的排名比較靠後 但實際上他的權利僅是胡錦濤和文教寶是第三號人物 但是非常有諷刺意義的是 兩年以後我能夠在美國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寫作 而且能夠到台灣來跟台灣的朋友們一起很慌快地來交流 但是周永康本人以及他龐大的家族已經被關進監獄裡面 那下面他會被判什麼樣的行我們還要觀察 然後到2012年1月份,當我們全家出走美國以後 我就開始寫《獨裁者三部曲》裏面的最要部 《大福金湯》 那當時我人已經在美國了 那中共當局已經沒有辦法來直接的恐嚇和控制我 但是他們在國寶的一個頭子 就從北京飛到成都三趟 那他們一個小組三次從北京飛到成都去找我爸爸媽媽談話 所以後來我在台灣見到台灣的 當年台灣運動時 那時代流亡在海外的那作家陳昌明的時候他跟我談 他也有相似的經歷 當年他在海外行當批評國民黨 國民黨的那幾種特務就去找到爸爸談 那最後當他們所有的威逼利誘 那一開始他們說 當我爸爸懶告我說他們可以出重金把我這本書稿買下來 他們可以通過香港的一個中資的出版社 給我簽訂一個合約可以比普通的稿費多十倍 甚至更多的錢來把那份書稿買下來 但是買下來以後他們都不會出版 但是被我拒絕以後 那國寶投資突然就自我躲的 對我父親說 不要以為你兒子到了美國 他就安全了 美國也發生過江南案件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我後來我爸把這句話告訴我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很可笑的威脅 當然這句話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背後他反映出來的是 就是國務兩黨他們享有的是同樣的端之鬼的獨裁的意識形態 他們不能夠容納不同的意見 不能夠容納批評的意見 當他們不能對於那些在他們的情緒機構的控制之外的這些意義人士 他們所剩下的最最後的辦法就是用這個黑社會的力量去暗殺 但是我仔細想 我仔細想 江南案對於台灣來說 對於國民黨的政權來說 並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當然就是江南被刺殺了 為言論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但是江南以他的死可以說 讓整個國民黨的政權在西方社會在民主國家裡面追命堂級 然後使得蔣家要第三代接班的計劃也破產 然後江南的死也成為下一等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個感應點 所以其實江南案是國民黨一個失敗的經驗 又被今天的共產黨人拿來好像做一個成功的經驗 來恐嚇新一代的知識分子 這個歷史和這個時空的錯位 我覺得非常有荒誕性 但是我沒有 我也仍然沒有來屈服於他們的恐嚇 所以在2012年秋天 日本的和諧大帝 和諧在香港的後版 出版者是香港成功夫局的姚文賢先生 姚文賢先生 他是一位香港的退休的化學工程師 他今年他73歲 他的兒子叫姚文賢先生 他的兒子當年1989年的時候 是一個香港學生 在復旦大學念書 所以差不多是第一代到地底去念書的港生 他深深地捲入了1989年的大學生運動 他也是唯一的一個在中國被捕的香港學生 但是當時香港還是港英政府 所以港英政府開始跟北京來交涉 所以在這樣的國際壓力之下 大概那半年時間他沒有被拉判刑 後來就被釋放回香港 後來他到美國學習 然後獲得學位 現在在美國定居生活 可能也是因為他的兒子的這樣一旦的生活經歷 姚文賢先生 他對中國的民主政權事業充滿了熱身 所以當他在2006年退休以後 他開始在創辦這個書版社 然後在專門出版 像我這樣的流亡海外的中國異知識分子的這些著作 包括天安門的學生領袖 封崇德的《六四日記》等等 這個書版社幾乎就是他一個人的 他也沒有別人幫忙 所以他從主稿到校地編輯 在找出版社發行 他一個人把這些工作全部做完了 所以他差不多一年出版了五、六、七、八本書 大概一個半月的時間會有一本書出來 所以從2006年一直到現在 2012年出版了我這本寫文靈昭的書 當時在出版前 他已經遇到一些問題 比如說他告訴我他的電腦 被中共的這些配客來攻擊 他的兩部電腦全部毀掉了 但是中共方面還沒有直接的 有特務來直接的找他談 所以他還認為 因為他是香港人 他認為相對來說還比較安全 所以到了去年 2013年的秋天 我這本《習近平》的書快要完稿的時候 我又繼續跟他討論 要出版這本書 然後我們有兩個月的時間 大概他說每個星期要通四、五、五、電郵 討論這本書的、出版、編輯等等 但是到了10月初 突然之間 我沒辦法聯繫上他 我發了很多電郵都沒有回 我跟他打電話 以他的家裡電話和他的手機都不通 然後這樣到了10月底 我就收到一封從香港寄來的信 這是他妻子手寫的一封信 他妻子說他不能用電郵 也不能用電話 他只能用他手寫最安全的方式給我寫一封信 這在後聯網時代 那兩家通過手寫的非常原始的辦法 他說他的帳戶 10月初已經在深圳被捕了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然後他說他希望通過一些事項裡的一些辦法來解決這個事情 他不希望我們把這個個案向這個位置說出來 所以後來他要去看望他的帳戶 到他深圳去 他深圳地帶警察說 這一次面交六萬的銀幣 所以他就籌了另外的銀幣去跟他的帳戶 才有第一次見面 然後這個消息一直被他壓迫 因為他其實還抱有幻想想通過一些私人的關係 去把他的帳戶救出來 所以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 香港的《南華早報》才開始報導 然後後來《紐約時報》等等 國際媒體才有報導 所有的報導都很清楚的 說姚文堅先生被捕 是因為他要出版國的這本《中國交互行進行》 中共當局是通過他 先誘捕了他在深圳的朋友 然後讓他在深圳的朋友打電話給他 把他騙到深圳 然後當他從香港到深圳剛剛入關的時候 就有一大群國保警察衝過來 而且他帶著警察說 我們終於釣到一條大魚了 所以在對他的審問中 審問的重點基本上都是 從2006年以來在香港 他的城中書局 他做的出版方面的工作 他出版過的每一本書 然後特別詢問到我跟他的關係 我先會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了 那個五本書 然後在 在今年的3月份 他被以走私一般惑惑的罪來起訴 然後3月21日這個案 這個案件正式開進審理 然後在上個月 5月5月6日 他被以走私和逃稅的罪名 而所謂的走私這個逃稅 他的非法所得是3萬元人民幣 3萬元人民幣 他被判刑10年 一位七十三歲的老人 而且他有非常嚴重的哮喘 心臟病等等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那坐滿那十年 還有沒有可能 那還能活動出 從這個監獄裡面出版 所以我後來寫一篇評論 我說如果是這個所謂的非法所得 3萬元是一個事實的話 3萬元是等於10年徒刑 紐約時報上 紐約時報經過很周密的 那樣的調查 查到大量的 中共自己的 這些稅務和工商管理的這些資料 包括他們在海外的 銀行的這些存款的這些金額的 怎麼樣轉移 所以紐約時報的那結論 我相信他們不會全部的 把這個文家寶家族的 這個 這個財富全部的查出來 只是查出了冰山的一角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 紐約時報的調查報告裡面 文家寶家族是28億 28億美金 所以如果這樣來算 我不知道 大家數學好的朋友 算一下 文家寶應該被判 判了多少年的行 顯然這個案例是一個 因言獲罪的 而且這樣一個案例是來 殺雞盡頭的 是對整個香港的新聞界 出版界 和言論界的一種 恐嚇和打擊 所以他跟幾個月前 所發生的 香港民報的總編輯 劉靖土 他因為參與 調查習近平家族 在海外的財產 他被幾個黑幫的 在當街 砍殺 身中 多刀 然後被 被送進醫院 經過搶救以後 才脫離生命危險 這兩個案例 其實是有 某種內在的相關性 我們可以看出 從這兩個案例中 就可以看出 習近平是一個多麼心胸狹窄的人 他要批評他的人 非要置於死地 但不可 所以我覺得 從我個人的這段經歷來看 我個人寫 中國獨裁者三部曲 這三部曲 讓我的命運 也發生了 一步一步的 越來越 越來越惡化 一步一步的 翻轉 就可以看出 這三個統治者 他們的 獨裁和暴政的 任程度 用前來時間 在台灣也非常 流行的 那本美國學者寫的書 那書名 我覺得是 最好形容獨裁者的進化 那麼 習近平究竟是一個 什麼樣的統治者 在這裡我願意用 四個詞 用八個字 來對他做一個簡要的 開拓 第一是 集權 集中權力 在胡錦濤時代的 合共統治模式 叫所謂的 叫 九龍治水 當時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就是 最高決策者 這九個人 所以 當時叫 九龍治水 然後這九龍治水 他們差不多是 各自分管一攤 用當時的 中共的一個 運用學者 經濟學家 胡安剛 他寫過一篇文章 他說 中共已經建立了一套 新的政治模式 他說是 極其總統制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 一個說法 他說我們是 九個人是 極其總統 比起西方國家 一個人 一個人總統 一個人 來決定很多政策 我們是 那九個人 不同其商 所以 我們的 那個 民主 比起美國 更加民主 但是 很有意思的是 這種 他 他 他當時 非常向上級 現背的這種 他總結出來的 集體總統制 到了習近平時代 完全被拋棄掉了 習近平又開始 從 那種 郭敬濤時代 各自管 管一攤 比如說郭敬濤 他管外交 軍隊 和黨部 然後 那 文家寶 他管 經濟 他管 經濟 第三號 一般是 人大委員長 管 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號 管 政協 還有 管政法系統 情資系統 還有 還有 他會 管理 宣傳部門 教育部門 等等 他每個人會有 有他的 他的 他的 一個 分工負責的 領域 一般來說 互相不干涉 這個 第一號 人物 他只是一個 會議的召集者 只是一個 好像一個 在股份公司裡面 他的股份 比別人大一點而已 但他絕對不是一個 所有的 所有的 他都擁有 那個 決定性的權利的 皇帝 但是 他把習近平時代 他開始把這種 集體總統制 退出 他要做 唯一的主統 然後現在的 現在的 政治局 會縮小為 七個人 所以其他的 這六個人 他要把這六個人 變成他的成果 所以他的這種 集權 到現在為止 已經到了 九權合一 一般來說 在胡平堂時代 在江澤民時代 他們差不多是 三權合一 或者四權合一 五權合一 同樣還沒有到 到今天 習近平時代的 九權合一 所以他傳統中的那幾個 幾個 幾個 幾個最高權力 就是作為 那國家元首的 身份的 那國家主席 然後 掌握了軍隊 因為在共產黨的 權力結構中 槍桿子是 壓倒一切的 所以掌握 那槍桿子 掌握軍隊 才是掌握真正的權力 所以他是 拼為主席 然後在黨 黨務上 他是黨的 黨的 總書記 然後他還有 那傳統的幾個 那小組 這個是那個 那個 從毛澤東時代 他在常設的 這些機構之外 設立一種 叫做小組 這樣的機構 所以 有 有 那個傳統的 這個 外事工作 這小組 就負責 外交事務 還有 那個對台 工作 那小組 這樣一些 那傳統的 這種 小組 他也是 任組長 而且在 在 在前面的 這五個權力之外 他又 新設了 四個機構 一個機構 是所謂的 全面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 他也自己任 他組長 所以 這一個是 在控制經濟部門 所以他通過 這樣一個 新的機構設置 他等於是把 本來在總理 在李克強那裡的大部分權力 他是為了這個小組裡面 李克強的總理主委會 那架空 然後他又設立一個 國家安全委員會 然後他親自任 他主席 所以這樣一個 國家安全委員會 跟美國的 國家 國家安全委員會 完全不一樣 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他是一個 部門機構 那總統不可能 他親自來做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 大主管 所以 他基本上是 起一個 諮詢和 智庫的 這個意義 當然 在台灣的 台灣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權力 還更大一些 但是也不可能 由那總統來 親自兼任 當然現在馬英九 會讓他的 那辛苦來做 但是 都還沒有到 沒有到習近平這樣 他自己親自兼任 然後 他又設置了一個 叫 深化 這個 軍隊改革的 領導小組 他也親任這個組長 因為 他雖然已經是 軍委 軍委 主席了 但是他還感到 他不能像 江澤民和 胡錦濤時代那樣 就江湖的 這時代 他們跟那軍隊的關係 實際上 是弱吉弱吉的 因為他們 在此前 並沒有長期的 跟軍隊 有非常閉氣的關係 所以他們基本上 是用一種 拉攏的 收買的辦法 來攏絡軍隊 比如說提高 那軍人的待遇 比如說他們 提拔大量的將軍 那頒發 從上將到 這個少將 這些將星 他們頒發 很多很多 通過這種辦法 他們把軍隊 給攏絡住 但是他們也並沒有認為自己 完全控制住 軍隊 但是到了 習近平 實在 習近平認為 他跟軍隊的距離遠更深 因為在他年輕時候 他做過國防部長 那梗雕的秘書 他就已經熟悉了 軍隊事務 然後他妻子 又是很著名的 軍隊的歌唱家 所以他通過這樣一個新的機構 他要對軍隊進行一些改革 然後他又設立一個專門控制網路安全的部門 他也親任這小組長 他也知道這網路的力量 在近十幾年以來 全球的民主化第四波中 這網路發揮了無以能比的力量 包括台灣的太陽化學運動 沒有網路 沒有臉書 可能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所以習近平第一點是集權 集中權力 到現在為止是九個最重要的權力 九權合一 但是我覺得非常荒謬的是 他的這種專制集權 然後向毛主義 甚至向希特勒學習 這種趨勢已經極為明顯的情況下 仍然有很多中國的知識分子 民眾 西方的觀察家 包括港台南媒體 仍然對他寄予 他厚望 他們的評論是 他們說他集中權力是為了下一步要改革 因為他沒有集中權力的話 他的改革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這樣一種非常哭氣實際的幻想 仍然還是國內外的一種主流的看法 第二個方面是反腐 當然習近平的反腐不是真正的反腐 因為真正的反腐不能靠共產黨自己來反腐 真正的反腐必須要在制度架構上出現一個新的制度架構 比如說要有三權分立 要有真正的國會 要有司法獨立 要有法院系統 要甚至來創設一個像香港的連政公署那樣的部門 然後真正的反腐還必須要有 第四權的介入就是媒體的自由 新聞的自由 來輿論的監督 但是習近平在這些方面完全沒有做任何具有實質性的動作 當然我看到他上台以來大量的官員 諾馬 而且到目前為止最高級的上一任的政治局常委 周永康他們整個家族也都陷入到這牢農裡面 當然周永康的案件已經拖拉 拖拉將近那一年到現在還沒有公佈 所以有些朋友在網路上嘲笑說 周永康在網路上大家都不能 如果發現他的真實名字就會被剝裂掉 大家都說是用康師傅來再次 所以在網路上大家都取笑說 康師傅這個方面被泡了一年還沒有泡好 當然我覺得下一步會 既然都已經做到了 習近平肯定會再往前走 這個案子肯定會再公佈出來 但是周永康的卡台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實質性的反腐就展開 因為這一場的反腐實際的動因是一個權力鬥爭 就是周永康和薄熙來他們這幾場跟習近平之間的權力鬥爭 我想如果不是當年兩年以前 那薄熙來的新婦 王力軍討進美國使館 來引爆整個從薄熙來到周永康他們的搶班 他們來奪取權力的計劃的話 究竟在這場權力鬥爭中 薄熙來和習近平鬥死隨手我們還很難說 因為差不多在六四鎮壓以後 中共在土備新一代的接班人的時候 他們就採取了一種雙接班人的制度 所以當時是選了 那薄熙來和習近平兩個人作為接班人來培養 而且也很有意識地讓他們兩人之間形成一個競爭性的關係 而在前期的他們在地方上當市長當省長當省委書記成為地方的 他諸侯的前十年的這些競爭中 顯然是薄熙來戰上風 薄熙來在他的長相 他的演說的能力 他的知識水準 他的個人命令上 他都超越於習近平那之上 但是後來因為這王力軍事件所引發出的這種爆炸性的 然後讓美國 美國介入以後 中共再也沒辦法用紙拿包裝火 如果不是有美國介入 不是跑進美國使館 我相信王力軍很快就被殺人憋口 這後面的事情都不會發生 所以習近平的反腐基本上是一個權力鬥爭 我們不能說他有任何真正的制度變革的意義 除了權力鬥爭以外還有一個巨大的利益的分割 因為中國的太子黨這些高官集團 他們差不多每個人在控制了中國的某一個 或者某幾個經濟命脈 所以中國國民經濟中最富有的 最有油水的部門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下 比如說李萌家族控制了電力 控制了煤炭 江澤民家族控制了通訊 電信 譬如說 鄧仲棠家族就控制了石油系統 所以習近平一定要把鄧仲棠家族 在石油系統裡的這些龐大的利益 全部剷除 然後空出來的位置再發上他距離的幸福 那僅此而已 所以他這個反腐實際上人民並不可能的 從他的反腐中得到任何好處 但是大部分並沒有現在公民意識的 在中國的普通民眾 他們仍然是一個專制皇權社會的成名 所以他們會看到反腐他們會非常感恩 他們會對習近平產生很好的想像 所以習近平也通過反腐 他既打擊了政敵 又重新把那些利益拿回來 那瓜分 然後第三 他一箭三雕又獲取了民心 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方面就是他鎮壓 這個鎮壓是從六四以來 也持續到他今天的越來越殘暴的奠定增壓 從江澤民時代到末期 到胡錦濤時代到初期 在中國就形成了一種所謂的維穩政策 維護穩定 所以中共的一句口號叫穩定 穩定壓倒一切 所以在這些年來 這個維穩的費用 公共安全的費用 成這個幾何數級的增長 所以到去年已經超過八千億 已經比中共公佈的軍費的數字要高 八千億人民幣 差不多相當於一個歐洲 中等國家的所有的國民產值 然後他已經接近了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百分之二十 那這筆錢是怎麼花的呢 陳光臣曾經說過 中國的那位盲人的律師 他說在他身上一年要花掉一千萬左右 在我的身上呢 我在中國的時候會 那派出所的 我所在的派出所的 這個所長當我搬到這個 這個新的小區去以後 他說原來我們 原來我管轄的這個小小的小區裡面 沒有你這樣的人 現在有了一個你這樣的人進來 他說我每年多向上面 要申請五百萬的費用 他們會 比如說對我的 那監視 到了這些所謂的敏感時候 至少要有四個人 六個小時一班 那就四班 然後他們還會征用 我們小區裡面的這個 這個管理公司的一大間餐公司 然後他們安住了 十幾個的攝像頭 紅外線的這些 這些探測儀的儀器 然後在很多敏感時候 比如說每年的六四的今年度 每年二月份要開兩會的時候 然後外國的這些 重要的元首到北京訪問的時候 他們都會強迫帶著我到 那北京之外的地方去旅遊 所以在中國有一個新的詞語叫 被旅遊 我們並不是自己願意去 但是暗設樹的大橋破 那比如說我離開中國前 2011年的12月25日 那聖誕節 聖誕節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的家庭教會 我們自己要去行 那聖誕節的紀念活動 我們會有聖誕的晚會等等 所以聖誕節 我不能待在北京 然後我妻子 四二教會的 他負責的同工 他也不能 不能待在北京 然後他們就來 聖誕節前一個星期 就來跟我們談談 然後他說我們四個人 要陪众你們 你可以 那上海不能去 西藏和新疆不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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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西藏地方 你都可以選擇去一個地方玩 然後我就給我信息上講 我們去 那冬天要去比較南和一點的地方 我們就去海南的三亞 然後那時候的 聖誕節的那幾天 那酒店的 房價是他平時的三倍 但是對他們來說 錢花片不是問題 所以他們訂了五星級的 東方文化酒店 那我這一生 就那一次做過這麼好的 所以他們是個人 是個一個處長 一個科長 然後兩個非常年輕的國寶 是個人 然後他們開一個最豪華的轎車 從那個到我家裡來 把我們接上 然後到北京的飛機場 然後到三亞 然後我們在三亞待了 那五天時間 當到了二十六號 我們要回北京去的時候 這個處長他們來跟我談 他說 那我叫一個科員 先給你們回去 他說我們這三個人 要繼續在這裡 多晚幾天 所以 所以我們就每看到 每年八千億的維穩費用 比如說 什麼要花掉 所以這種 這一類的 控制 它已經 越來越 精密化 然後它可以說 對每一個億億分子 它的 這種研究 中共對他們的危害性的 一個非常詳細的評估 比如說它認為到了一個 危險程度到了九級的人 比如說像我這樣的人 要帶到北京郊外去 要到外省比較遠的地方去遊 然後到了八級的 這種危險性的人 可能又帶到北京郊外去遊 然後再做一點的人 他們可能就 就說 就說 太幾個人手在家門口 軟禁在家不能出門 所以他們已經有這樣一套 非常精密化的 控制和鎮壓的體制 當然 當然到了習近平上台以後 這一年多年 我可以看到這個體制 它的殘酷性 它的 血腥的一面 我覺得 越來越 展露無遺 比如說 在今年以來 在廣東報名 和在 浙江漁航 發生的當地的 民眾 反對 那實話項目 那天 前天晚上 今年六四 二十五周年的 今天晚會上 如果大家去 聽到陳維萍的 講演的話 他也談到這個問題 這些 這些實話項目 很多 很多實話項目的 背後黑手 是一位 台灣商人 陳友好 所以 這個個案 這個個案 也可以看出 那 吳建銘先生所說的 就是 兩岸 跨海政商聯盟 已經成型 他們開始 來 把 像個 像個吸血鬼一樣 他們把他們的 這個吸含 吸在我們兩岸的 人民的 身上 來 榨取我們的 血汗 所以 所以 在這兩次 抗爭中 他的 中共當局的 處理方式 都比 那 胡錦濤時代 更加殘酷 胡錦濤時代 也發生過 像廈門 分明成都 都發生過這些 類似的 以環保為 為提的 為這個 主要訴求的 而不是 直接涉及到政治議題 對中共的政治提出 提出 顛覆性的 這種挑戰的 只是 那環保議題 所以 胡錦濤是在 基本上是以 給重金收買 然後 甚至做出一些 妥協 比如說 當年 這個廈門的 有幾萬人 有十億萬人 上街抗議 他們就開始 放棄這個項目 後來把這個項目 放到 漳州去 拿個 那漳州的重要性 還有 就是 那 漳州的本地人民的 那個 反抗意識 組織化程度 比 在廈門 低 所以這樣 窮一點的地方 他們 這項目就跑到 他們那裡去 讓另一個群體受害 但是 到了 習近平時代 我們看到 今年的 這兩起抗議 都是軍警 直接開槍殺人 在暴民事件中 到現在 我在網上 都看到的信息 有十六個人死亡 然後 在 浙江漁航 這事件中 大概有八個人死亡 有一位還是兩位 是 那未成年的小孩 所以 有一些人 很多官的評估說 八九以後 八九 開槍殺人以後 因為 八九的震撼太大 中共 領導人 不太敢 再下令 開槍殺人 我的看法 恰恰相反 他們殺過一次人以後 第二次第三次 他們會更加得心應手 他們會發現 殺人是他們 國國統治的最有效的 最便宜的 那時候幹部 然後 習近平上台 現在只有 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 但是 這一年零八個月時間 他抓捕的 一億人士 那個上行的群體 作家 律師 那記者 已經超過三百人 這個數字 就是說 胡錦濤和 文家寶 執政十年 抓捕的是 那一百五十人左右 所以 那習近平 執政一 一年八個月 他就是 胡溫執政十年的 抓捕人 抓捕人數的兩倍 這個 這個簡單的數字 這個比較 我們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然後 第四個方面 是 擴張 在江澤民和 胡錦濤時代 他們謹守 鄧小平的 疑訓 鄧小平 在89 鎮壓以後 面對全球的 譴責 經濟的 制裁 鄧小平當時的 應對方法 鄧小平說 我們就 掏光養肥 我們不出仇 不爭霸 我們 我們埋頭 把我們的經濟 經濟搞上去 鄧小平是一個非常狡猾的 實用主義者 而且他的 這個招數 確實非常奏效 所以 他也把 這個 曹光養肥 這個成語 這四個字 作為他的政治遺書 然後交代給 江澤民和胡錦濤 所以 江澤民和胡錦濤 基本上 在他們的任內 被棘手做這樣的 掏光養肥 但是到了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 他認為 中國的經濟 已經超過日本 僅次於美國 成為世界第二 第二 大經濟體 所以他開始 習近平在多次講話中 他說要 有所作為 然後他 對 第二軍隊發表多次講話 他說要 要實行強軍政策 所謂的強軍政策 所謂的強軍政策 我們看 非常像北韓 那個 金正日時代 金正日時代的 一個 國家的首要的 那 那核心思想 是先軍政策 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問題 都以他軍隊為 優先考強 而在習近平這裡 他的強軍政策 我覺得顯然 可以跟 北韓的先軍政策 相對應 所以我們也看到 習近平上台 以來開始 在整個 東亞地區的 這種擴張 包括在 跟 跟日本之間的 這個對抗 中的關係 降到了 三十年代的 會低劣 而在 習近平的 整體的 這種 擴張性的 這個政策中 當然他 首先 要挑戰的是 就是 美國的 這個世界第一 第一把拳 但是我想 他現在還沒有到 跟 那美國真正攤台 的時候 他也知道自己的實力 比美國 還有相當的距離 所以 習近平到美國訪問的時候 出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話 他說 你太平洋自大 足以容納一下 中美兩個大國 這句話 背後的 表面上看 他是覺得 我們給你 拿美國平分 但實際上 背後 除了 中美以外 他不把這個國家 看的國家 然後 就是 第二個就是 近代以來 中國有長期的 世仇的日本 所以 習近平非常刻意地 來 妖魔化 把日本做為 中國的民族主義 和國家主義 絲毫的 一個 發泄的地下 正如 英國中家 喬治安威爾 在 《動物庄園》中 所說的 這些 獨裁政權 他們都需要一個 公共無水溝 所以 日本是無信的 成為 中國的 這樣一個 公共無水溝 所以 每隔一兩年 就會像 京南一樣 在中國 會發生 一波 反日的浪潮 而在習近平時代 兩年以前的 那一場 最旁熱的 反日浪潮 就是習近平 在背後 一手操縱的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目標 就是 台灣 雖然 很多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 民眾 他們 對習近平 寄予 無比美好的 希望 特別是 台灣總統 馬英九先生 把習近平見面 作為他 一生最大的分享 他認為跟習近平 那這一次面 台風兩岸簽訂了 一個所謂的 政治性的 和兵 和平協定 他就能夠 建立他的 一個歷史地位 進而獲得 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 他沒想到 唯一的 因為華人 諾貝爾獎 那總統 劉耀博先生 現在在 遼寧景州的監獄裡面 他最應該的 他最應該的 到中國訪問 是去看望 劉耀博先生 被劉耀博先生 被劉耀博先生 那我手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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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一種 一種 一種擴張 就是習近平 是一個 確實是一個 支台派 他抵中共 前面的 幾任黨魁 對台灣都有 更多的了解 他在福建 浙江和上海 地方諸侯的 那陣上 他沒有很多台灣人 特別是台商 有過很多 直接的交流 但是 他的這種 姿態顯然是 非常 受到 他的 大意識形態的 這個閹割和制約 他見到的那些 那些台商 都是沒有 沒有祖國的人 他見到的那些台商 都是要到 把華大東國去發財 當作他們的 第一 第一追求目標的人 所以 所以我相信 他 他對台灣的 本土意識 對台灣的 年輕一代 對台灣獨立的 追求 他不會有 任何的了解 和體認 所以 雖然他表面上 看 他 放下 聖誕 正如清凱說的一樣 他用很多美好的 修持 來 有很多的 裝飾 不論他跟聯誕見面 還是跟師傅 一見面的時候 都說了很多 動聽的好話 但是我們 要 要注意 他說的那幾個 絕對不讓步的地方 絕對不能夠容忍那台獨 他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 我們不能 一廂情願地對他抱有幻想 而對他的本質 把他的本質 讓他忘掉 所以 那我今天跟大家 在講 介紹了這麼多 我所了解的 我所觀察到的 周琪麗萍 我在這本書 這本書 能夠在台灣出版 說明台灣仍然是華人世界中 擁有最多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地方 所以我在這本書的封面上 我用這句話來看過習近平 他說 肉身之父習仲勳 精神之父毛澤東 他的父親 他習仲勳確實是 中共黨內的一個開明太 但是他的父親 在他的心目中 是黨內鬥爭中的一個失敗者 所以他不會去仿效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 在毛澤東時代最早被整肅 在鄧小平時代 他也因為一萬九年 他父親反對 對決定開槍 很快就會排除出權力中心 所以習近平認為 他父親是提供了一個 一個負面的 失敗的一個例子 所以他不會學習他父親 而是去學習毛澤東 所以我相信他 他未來的這種 那獨裁暴政 他的法醫師化還會加劇 所以我也特別 在台灣訪問的時候 抓住那一切的機會 把我所觀察到的這些真相 來告訴台灣人 所以我這本書 雖然在台灣能夠出版 但是在出版以後發生了很多情況 比如說我要大出版社 前衛出版社要在一些書店開新書發佈會 已經被幾家書店所拒絕了 就是說兩岸福報行李還沒有簽 那中國農的陰影就已經 農造在台灣這樣的土地上 但是我想太陽花旬以後 整個台灣社會已經跟我去年來台灣訪問的時候 我感受到的台灣我覺得完全不一樣 是一個全新的台灣 所以我也寄希望於 對於未來兩岸四地 這些民主進步的力量之間 如何進一步的溝通互動 乃至聚集成更大的力量 雖然我們每個個體面對中共的時候 我們像螞蟻面對大象一樣 但是我想我們千千萬萬一個 螞蟻集合起來 我們總有把這個 把這一朵大象先翻到那一天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林傑 我剛剛在那邊做了一下筆記 然後就想說 在這裏 其實他寫的這些幾個觀點 更細緻的部分 就在他的初心做的那種書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來長安社會 面社會通通不打書 所以他們書放在這邊的 他們就是出版社 他們都會用比較低的價格 像今天是記者 然後可以在場的所有的朋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當你也沒有 你也可以去判判 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剛剛提到 剛剛於解開的這些問題 我想說 可能還有些朋友有不同意見的 或者要補充的 或者是不清楚的 比如說他談到的幾個 所謂的集權的問題 反腐的問題 鎮壓的問題 擴張的問題 還有一些細節的東西 不是那麼清楚的 然後他其實也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用數字 在習近平上台的一年八個月 裡面他抓了三百個人 超過福溫提示十年來 得150個人 所以像這些東西 可能我們在表面上看到一些 非常炫惑的話語之間 我們可能要看到 在制度上的變革 他到底做了什麼 可能大家可以持續的來問一下 然後剛剛只是做一個介紹 那我想更深入的討論 你們請 就請各位盡量發問 其實玉潔剛剛 已經讚美了大家 是非常有深入的 其實他是提出一種挑戰的 來 你們有什麼問題 來 你看馬上就出來 你看 你們真的不親戚嗎 來 來 1 2 3 4 那我們時間 在這個 這個實驗年 就是三分鐘微信 然後 你可以做我們的留言 也可以提出問題 不是 今天你們是你們 我聽 呂先生講到這一些部分 如果大概是在1995年 1996年的時候 在我念大學的時候 有去中德大陸做 十五天的那個 大學交流訪問 但是其實離1989的事件 其實沒有很久 那時候我在跟北京 有跟像清華大學 或是北京的一些大學社會交流 有跟北京當地人交流 那 我還記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 那天晚上 就在北京那某個晚上 我們在一個北京很有名的茶館 我私下還是忍不住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89年的事情 你們有沒有什麼想法或印象 那時候 同桌的人 北京當地人跟我講 他們都記得這個事情 但這個事情不能公開討論 但是今天在 私下我可以跟你討論 我那時候還有這樣的印象 所以我那時候還有一個想法是說 這事情好像不像 中國這樣子可以控制的那麼好 其實大家都還是把它放在心裡 結果當我到了西安去 看到西安那邊的大學生 中國的大學生 我也還是忍不住問他一下 你知不知道 1989年的事情 他就很直接的跟我回答說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 天安門沒有死半個人 我就感覺到這個中國 果然是真的很大 就是 從北京有西安嗎 這個 認識的事情完全不一樣 那我回來之後其實 因為我見到的大學 尤其是中國大學 都非常優秀 很有自己想法 我最近也剛跟一些中國研究生 有機會 討論 我覺得他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和見解 可是這也是我最不解的 尤其是最近是25週年 六四的這個世界 我最不解的就是 中國這麼多優秀的年輕人 其實很多人也都知道 像八九的事情 就是像剛剛余先生講的 中國大學生 這個獨裁的進化的這個狀況 那中國的 我們講 反抗或是 回應的聲音在哪裡 為什麼會 我倒是像說獨裁者的進化 還是人民意識退化 我說為什麼 中國十幾億的人 像台灣我覺得太陽化學衣 可能是 累積以來的一些東西 但是我就說 難道中國不會有太陽化嗎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疑問 我已經過了25年了 六四這個事情 還沒有辦法有一個 我看不到頻繁的曙光 其實我是這樣講 海外或許很多人在挺這個事情 可是 中國自己本地的人 是怎麼看這個事情 所以這也是我想要請教一下 宇先生就是 這是我的一個疑惑 我覺得 為什麼你知道這個事情 但是你沒有反應 或是說我想從 宇先生個人的經歷去看說 你個人是怎麼覺醒的 就是 你覺得這個政權 讓你發生什麼事件 讓你覺得說 我徹底覺醒了 我不能相信他們的一些表面說辭 謝謝宇先生 你指下 我第一回到我四個問題 再來第二問 第二問 剛剛您提到兩點 我是有兩點 將來跟您的這個想起 第一 第一個你講到說 在日本這個事件方面來說 大概要兩點時間 那時候那個抗議的時候,我正好都沒有在台灣 然後我從別的民族聽到,聽到看到怎麼樣 我的一個感想,那個時候正好發生一些事 香港大家記不記得,那個時候有發生一個大事 他們要反公民的這個教育,六萬人上街頭 原來是爸爸媽媽不讓小孩子上街頭 結果後來他們知道這些事情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他們也跟著上去 事情鬧大了對不對 我個人感受 中國用這個方式,來用新聞的反省的方式 用對日的一個這種,非要遺倒的事件 大陸講的叫調理島,台灣叫調理島 用那個事件,把他新聞上面在國際前,在香港,台灣那裡沖洗 結果大家可以看得到,那幾天的新聞很快,全部都轉彎 反而在報導,有關調理島的事情的時候 大陸啊,或者是很多地方的大陸都轉彎 第二點,您剛剛提到的一個 就是說,在胡錦濤、溫家寶的時代 和習近平的時代 他們對於這個中間極權的分權那樣 是有問題不太一樣的 我大概記得三年前,兩年多三年前的時候 溫家寶到武漢去看了武剛 看了武剛之後,他上了一個評論 他說,我這個總理 還不如說,在一家公司裡頭 擔任一個總經理 那我想說,提前您在這個上面 大陸、香港、美國這些地方 就是說您來台灣 看過這麼多 您從共產黨的體制上面 從他一個對於說 一個這種 就像您剛剛講的 就是說 在這種分權上面來說 那是不是 真的會有什麼地方 對於一個領導人 中國任務院領導人 會有一些這種 不方便的地方 還是怎麼樣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我問的問題 比較 感覺是有點膚淺 可是我一點很好奇 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過去的抗爭 就是民主運動 或者是民主化潮流裡面 有白色恐怖 有很多人是默默無名的 就被 那個政府的特務單位抓去 就處理掉了 就是他 沒有被批判的話 永遠都不會有人曉得 但是 也是有很多人 在這個潮流裡面 生存了下來 那 但是 就是說 當然就是在 對戰在大陸 在中國那邊的話 我相信 應該也有很多人 是就這樣 默默無名的 就被處理掉 但是 也有像余先生 像您這樣子 很堅強的這樣子 生存下來 那想請的 到底說 像 像 在你們這樣的社會裡面 能夠這樣 生存下來 或者能夠 堅守在這個 就是 抗爭的那個 就是 立場 但是又不會 就是 是掌握了 是要再怎麼樣 恐怖的評分 之下 才能夠生存下來 這個問題 就這樣 這好像叫戰術者 怎麼樣去 托下來 那 希望他等一下可以寫個 SOP給大家 你好 我有一個問題是說 您剛剛提到的 鎮壓反腐這些東西 在 習近平上任之後 開始 鼓勵就加強去 取得他的 這個權力 或是披鬥過去的 一些 全程 這樣子 那 這樣聽起來 好像中共這個政權 不斷的 在你老人 你上任之中 不斷的去 呃 披鬥 或者過去 等於是有一種 呃 不斷的在權力的文體當中 只見到這些 呃 權力的披鬥 而沒有看到 任何的民主化進程 呃 在過去生在 老人 的交接當中 好 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 呃 再你看來 中共的 他們的 痛腳是什麼 因為這樣的 他的 警察好像是說 啊你到他面前喊民主自由 他們也聽不懂得到 有什麼東西 就像你到我韓國面前喊 就是 就是 名義什麼東西 他可能也聽不到 那 對於這樣的中國而言 他在 未來改革的希望 到底在哪裡 他的公民 意識有可能 呃 因為網路會發達 那 造就像是太陽花這樣的 運動傳遍 或者是 呃 比方說 做到更多藝人士 讓他們在 保安的土匪 有照片破裂 或者是 有其他方式去建造 中國 呃 走向民主改革的機會 那 這個是 或者甚至說 台灣在這點上面 有什麼可以 寵避點的地方 那這個是我想要 詢問的問題 好 謝謝 那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在我看來 其實每個國家 或者每個時代 他進步 他的變革 都是 一小部分人 走在前面 他們付出巨大的代價 甚至付出 他生命的代價 然後大部分的民眾 是 所謂的大盛工程 然後到了 這個變革 要 那馬上 要 要開始 啟動的時候 到了 強導中能車 推的時候 大家才會去推 當這個變革還沒有到 的時候 願意去 那附屬的 永遠是 那一賞部分人 在台灣其實 其實也是這樣 台灣的 對台灣運動 去 抗爭 甚至說 已經到了80年代的 美定島事件 的時候 國民黨鎮壓以後 國民黨的媒體上 都說 這些台灣運動的人 是報名 是報徒 那時候相當大的 一部分民眾 仍然認同 國民黨 對他們的 這樣的定義 而具體到 今天的中國 我覺得 最有 那個所謂的 中國特色 中國模式的一點 就是 中共在1986年的 這個屠殺之後 它在意識形態上 已經完全破產了 就沒有任何一個 從中共的 最高領導人 到一個 鄉村的 這個村的 這個黨員 或者 這個村人 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人 他們把 共產主義 馬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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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作一種信仰 我有很多同學 現在已經在 黨政機關裡面 擔任很多官員 都是 廳級的官員 電視台的台長 報紙的那種編長 但據我所說 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把 共產主義 當作真正的信仰 這個只是 他們來體制裡面 發取利益的 一個 黨員的身份 是一張 那能夠爽卷 一張門票而已 即使習近平本人 本人也是這樣 他的女兒 在哈佛黨學念書 他顯然知道 哈佛黨學 顯然不是 那教育的 教育的內容 顯然不是 法律主義 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 他會把他女兒 應該送到北京的 中央黨校 當意識形態完全破產以後 他剩下的就是 所謂的經濟發展 經濟發展帶來的 紅利 然後分一部分給民眾 用這種經濟收買的手段 來獲取大家的 暫時放棄反抗 或者一部分的效忠 其實大家都過著 一種雙重人格的生活 在私下領 以及跟一些官員見面 他們也都知道 這個提出 他人生的問題 前幾天我在那政大 那政科院講演 完了以後 跟那政大的幾位 中國問題的大學者聊天 他們有一位 剛剛從中國訪問回來 他說他們在廣東 跟幾個 學長部的官員 都提出這些官員 見面聊天 他們 他們中的有幾個人 是 差不多跟我同級的 長北大學生 這些人 也都 當年也都看我的書 而且他說 他們還能夠 背召出我的 那處理 做他活躍兵中的一些戰鬥 但是 他們 他們顯然 他們 跟我有過 那共同的一段 那 精神生活 然後也知道 是非善後 但當他們 進入到這個 這體制中去 他們成為這個 競爭的一個 這群體的時候 他們 去做的時候 他們 他們絕對不會 有 猶豫 這個良心 絕對不會 阻止他們做 嗯 所以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 我覺得 我們要做的是 喚醒的 更多的民眾 成為 由成民變成公民 這也是我在台灣 所反覆 要強調的 其實台灣社會 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這種我 前幾個星期 在心頭刻上 寫的那篇文章 比如說 我覺得台灣 台灣社會的分裂 不是所謂的 外省人 本省人 族群 男略 這些 而是一種 價值觀 這種價值觀 是 那公民 和那臣民 這個臣民 就是大臣的臣 這些 他們都 雖然 雖然已經檢驗了 但是他們還生活在 那檢驗前 雖然他們生活在 一個民族社會 他們還是生活在 一個 那東方的 皇權權的社會下 他們 他們像在一個 皇帝的大臣一樣 所以我們才會看到 那麼多的 那個中研院的院士 那大學的校長 他們才會對這個太陽花 發出那麼多奇談怪難 包括曾經是要 要在台灣燃起一把野火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我個人 我願意來 那同時用我的寫作 用我的思想去做 要如何把臣民變成 功名 那第二個問題 確實就是 剛年兩年前 那一場非常激進的 那反日事件 它是一個非常狂熱的 民族主義的 民族主義的 散動 但是在這個 這散動中 我覺得無論是 習近平會代表的 中共高層 還是這些走上 街頭去 那個狂歡的這些民眾 其實他們雙方 都知道是 是一場表演 然後 雙方都知道 這些民眾 他們知道 用這種表演去欺騙 對高當局 對高當局 也知道這些民眾在表演 但他們 假裝 那當真 比如說 很有意思的一個場景 在西安 有一些 這種所謂的 憤青 這些受到 民族主義和外國主義的思想 挺腦的 這些青少年 他們去把 加賞品 讓日本品牌的器材 給砸掉 但是他們自己的手上 卻拿到日本廠的 他們在那裡拍照 他們絕對不會 把自己 自己買的日本品牌 的器材 讓它砸掉 他們只會去 把別人的財產 給它毀掉 所以 表面上 他們在很狂鬆的時候 他們仍然有 很精明的算計 這就是 這就是中國的 產民族主義的 大真相 它是一種 非常表演化的 第三個問題 怎樣 升級下來 這是非常難回答的 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 非常殘酷的 一個現實 在抗爭者 或者說 異議人數 在群體裡面 你的 那種生存的可能性 跟你在西方的 大知名度 成的正比 這是一個 我覺得 非常殘酷的 一個現實 所以 我們會看到一些 地方性的人士 他們的反抗更加堅決 但他們 這個 迫害更加殘酷 然後 當他們甚至被 失去生命以後 可能也不會有 西方媒體 經營報導 他們就 默默地 那 消失了 而當 你有了一定的 知名度 特別是西方媒體的報導 你的安全系統就會稍微高一些 當然 其實 這個 西方媒體的 西方政府的 關注和報導 當然也跟你 個人的勇氣和努力 有關 比如說 我剛才談到 姚文田先生有很多媒體 有報導 但是 當然 直到現在為止 他的妻子 不願意接受任何媒體的訪問 他妻子認為 可以通過一些比較懶信的 政策來 寫一些求情的信 給中共當局 能夠使他的丈夫 被 釋放 但是 據我的 定例 因為我在 跟劉雅伯先生 逐間獨立中文比會 獨立中文比會 有個域中作家 委員會 我們專門去幫助 因言獲罪的作家 包括給他們的家人 籌款等等 包括為他們請律師 所以我們處理過 好幾十個 這樣的因言獲罪的案例 我們的經驗是 比如說作為家屬 你越大膽地 說出你的家人的遭遇 你越多地 接受西方媒體的訪問 你的家人 在域中的 那處境 越有可能得到 改善 他被判 有可能被判得 稍微輕一點 有可能 原來要判 那五年的 有很多很多西方媒體 判的 他有可能只判三年 但是如果你的家人 因為 怯弱 因為 有很多 顧慮 或者因為被這些 國寶欺騙 很多國寶都會 對他們的家人說 你千萬不要去 接受西方媒體訪問 千萬不要把這個事情 拿到大 我們會幫助你 跟那個大法庭 來求情 使他 如果是法院 要判他三年 我們會做一些努力 使他去判那兩年 這就是國寶 他們會欺騙他家人 結果家人如果 聽從那些國寶的欺騙 最後的命運都是非常悲慘的 所以 像這樣的情況 我們也會 鼓勵 那家人 更勇敢地 站出來說 比如說 在我前幾次被拘留的時候 我的妻子 就會 跟幾十家的媒體 在西方媒體 打電話 然後去見那些西方的 那幾個大國 駐北京的 這樣的一些 那外交官 這樣 在整個 整個國際社會的 壓力之下 這個 這個 這個當事人 他的命運 才有可能出現 那短期指示說 有可能 但是 如果你 那什麼事情 也不做 你非常被動的 他的情況 會 更加糟糕 那另外一個問題 那 確實 就是 我的一個看法是 八九以後 八九年的鎮壓以後 中國再沒有 真正意義上的 政治體制的改革 它有的是一個 那行政改革 比如說 原來國務院有 有三十個部委 它把它降到 降到 二十五個 八十幾個部委 那個 它核併起來 比如說 他們黨內的 這個權力交接的 遊戲規則 他們開始制定一套 退休制度 比如說 政治局常委 必須到了 六十七歲 退休 當然 比起 毛澤東時代 他們那一代人 要掌握權力 一直到此來 是有一些 稍許的 這進步 但是這進步 我覺得沒有 根本性的意義 比如說 他們從這個 江澤民時代開始形成 只能夠連任 兩任 兩任以後 他必須退休 表面上看 這也是一點點進步 但是它 所謂的連任兩任 它完全沒有經過選舉的 沒有經過任何人民的 這個授權 甚至黨內的這個選舉 都沒有 而且這種黨內的選舉 比起八零年代來 還往後退了 就是八零年代 就是趙紫陽的時代 那個黨內還有一定程度的 插合選舉 就是在選舉 這兩百個 兩百個 中央委員的 這層面 可能會有百分之二十的 這個插合選舉 但是現在 可能只有 只有百分之五左右 所以就連黨內 就是共產黨內部的 這個民主 都比起 八零年代 有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 這個替補 所以在我看來 我覺得我們不能夠 寄希望於他們 在共產黨 既得利益 自己改革 但是這個 已經成為 我覺得 台灣中國知識分子 和中國民間的一種 思想作性 比如說他們在評論 他們在 討論台灣問題 他們在 學習台灣的 民主化經驗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 巨大的錯誤 大部分的這些 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 和中國民眾 他們都會認為 台灣的民主 是 蔣經國大法 是非賞 是非台灣的民主 而台灣的 民間力量的抗爭 黨外運動的抗爭 他們完全看不到 一些很有名的 中國知識分子 他們也不知道 成本人是誰 不知道 鄭良能是誰 不知道 林家的血案 他們認為 就是蔣經國一天 突然 突然醒來 說我要把民主 讓給你們 所以這樣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 思維的作性 以及是一種 個人責任感的上司 所以他們這樣的 來看 看台灣 當然他們要 這樣的來看中國 所以他們 希望與中國人 無國統治者 成為 蔣經國那麼好的人 所以他們 在 加拿大利上台的時候 他們希望 每次希望都共利 每次當我去說出 最早的說出 這個事實的真相的時候 他們最豐恨的人 就變成我了 所以我經常用的一個比喻 就像皇帝的行裝中的那個小孩 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 當我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經常用的一個比喻 黃帝還沒有下命令說 要把我抓起來 這些皇帝身邊的人 或者這些旁觀的士兵 他們就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我這樣說 傷害了他們的自身心 他們一定要把我消滅 所以這就是 中國的現狀 他們 這種希望 希望出現一個 蔣經國 希望出現一個 羅法教書 來把自由和民主賞賜給我們 但是我想 那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要我們去爭取引來 所以我覺得 有這樣的一些 因素或者力量 可以現在已經慢慢地成長起來 比如說中國的 基督教的家庭教會 現在有五六千萬人 他們已經形成中國最大的 一個在共產黨控制外的 一個組織結構 而且他們對 對 宗教自由 還有 宗教自由之外的 跟宗教自由相關的 各項 人權 他們已經有了 強強成功的覺醒 比如說 在這個網路時代 網路對這個 信息的 這對真相的傳播 儘管中共他們 設置防火牆 耗了巨額資本來封鎖中國的網路 但是學會翻牆的 那年輕人越來越多 所以我在這裡 也會給大家 建議大家 如果有中國朋友 有陸生 有陸客 或者到中國去 有在工作上的這些夥伴 一定要把翻牆的眼線 交給他們 然後 然後 第三個力量 就是 在我看來 以劉曉博先生為代表的 這個 人權活動者 這個群體 劉曉博先生 已經獲得 多表和平獎 多表和平獎 成為一個 他繼續往上攀升的 一個非常好的 平台 雖然他現在還在監獄裡面 但我想 未來當中國的變局 要出現的時候 會有 很多的人和力量 凝聚在他 那身邊 他未來所扮演的 那角色 很可能是像 那南非的曼德打牙 是一個 道義的 良心的一個象徵 而且他能夠使 這樣一個轉型 能夠盡量地 以 和平的 非暴力的方式 來推展 所以我覺得這些方面 那不僅是 那中國 那國內的 那本土的 每個人 他們都在那 那國內 我們這些 在海外的人 包括台灣的朋友 也可以在其中 來盡自己的 一點聯絡之力 好,謝謝 好,我們還剩五分鐘 但是呢 這五分鐘 所以我們 稍微 你也可以 多帶一種 可以 那我們就 再開放四個問題 好不好 來,我們這次都是要女的 好不好 剛剛都找男的 就現在都找女的 一 二 欸,女的不見了 還有兩個 好 三個 再來 還是 好,就這三個 好,就三個 來 再次我介紹一次 你好 你好,我叫李子彤 然後我想要請問 一個問題是 就是像習近平他 剛開始上任之後 首次出港 就是出港 俄國 還有 南非跟唐山 唐山 唐山 有幾個國家 然後我想要知道 就是 目前習近平 呃,或者是 中共政權 對於俄羅斯的 態度是什麼 尤其是在 他們的 共產主義路線 或是 疫情形態上 什麼相似的地方 還有就是 他 為什麼選擇 呃 正直的國家 去進行 好 好 問題 好 那 再 請你先好 先 好 喂 老師,你好 那我叫 然後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老師剛剛 在回答一個 另外一個同學的問題 是 就是說 喚醒公民運眾的話 就是要讓 德民可以從成名 變成公民 但是 嗯 就老師來講話 老師可以用寫作方式 這些老師具有一定的 殖民程度 可是像 我們這種一般的 可以怎麼做 而且 我的很多親戚都是9.2%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去 對 那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的話 是剛剛 主持人有 就是 介紹你的時候 是有說就是 你是支持台灣得益的 對 那我想要請問是 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有很多 就是我有幾個中國朋友 的時候 當我跟他講 討論國家事情 我剛說中國的時候 他還會跟我講說 你可不可以 不要用中國兩個字 可不可以跟我講大陸 因為 他也是跟我 他大概 比我大概一兩歲的 他就跟我說 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我們還是覺得台灣 是我們的一部分 所以你可不可以 不要講中國 對 那我平常會老師是 為什麼會支持台灣 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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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玉琪先生 我是玉琳瑩 兩位提醒 教你們 第一個問題 在西方社會 其實 有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我們總是認為說 一方面 經濟上 走市場經濟走資本主義 那它一定是要有民主制度 要投入 甚至於在共產主義集體的時候 曾經福山他認為說 人類已經走到歷史的終點 民主 自由 勝利 可是現在北京顯然 在想要用北京共識 他大概是人類史上一個最大膽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能進行到那麼實驗 那 一方面 他經濟上是有限度的經濟開放 一方面 他是有權貴經濟 但是政治上面 他其實是高壓的 那 習近平甚至於是比以前是更倒退 我想要請教的基點就是說 本來我也是對中國的前景 懷抱著像西方所謂最重要 和平演變的那樣的情況 但是目前看起來 其實從剛剛談話當中 包括我自己 個人的研究感覺上是說 中國共產黨 他們剛剛面對到意識形態 潰乏的時候 他這幾年來 他不斷地是用經濟的成長 來告訴人民 相信共產黨 你的明天不能今天更好 那在中國的土地上 也只有共產黨 有能力管理一個 14億人口的國家 所以人民似乎是比無選擇 那麼甚至於呢 他除了籠落權貴之外 慢慢的經濟力量外移 包括一些知識分子 包括中產階級 他用利益來融落 那包括知識分子 有您講的 有些人根本就是有思維的弱性 所以 那我對中國民主化的情形 倒是說 又邁少了去隱瞞 我想要請教的是 面對中國的未來 我目前想到的四個圖像 您覺得可能是哪個圖像 比較可能 一個是走資本主義 一個是回到毛氏的 極左的 一個就像現在這樣 政治打左燈 經濟打右燈 那麼第四個 也許是共產主義的匯敗 走向民主化 依您的判斷 哪一種途徑 哪一種途徑 可能是比較可能 第二個問題 是我相信 台灣的人其實非常關心 習建平是一個制台派 但絕對不是一個民主派派 就是因為制台 所以讓我覺得保護所有 也因為他是太子黨的 黨支特別大 中國夢裡頭 其實是包裝著 強國強軍的內容 當我看到他說 統一政治的問題 不能一代就一代 當我看他一代的在講 統一的問題的時候 我其實心中是有憂慮的 重憂慮就是 民主台灣對他來講 多把台灣收回去 第一 共產主義的天敵 是民主自由 如果民主自由的台灣 沒有了民主自由 當然對共產主義來講 在思想上面的敵人 就已經磨倒了 第二 台灣在地島園中心裡 所以從地緣戰略利益來講 辦得很大 第三點 當然 雖然現在共產主義 他的意識形態已經非常潰了 但是除了經濟利益之外 民主主義是他賴以維新政權 一個強而有益的工具 所以收回台灣也符合他 民主主義上的需要 也因此我想請教的是 您判斷在習近平主政十年軍內 對於收回台灣 至少把台灣放在一個 一個中國不可回頭的 最終走向終極統一的路線圖 這個時間點上 會不會甚至慢慢地 會擺在時間表上 有沒有這樣的破解感 我不曉得你怎麼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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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